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它有事我就快有 是啊 那你就不要在意别人说什么 就是从这个不是一直让你们修说绝儿不动吗 你尽量的保持如如不动 然后不要被静转 就是别人说什么 你看到什么了 或者是比如说一般我们被转的 就是别人说的不好的东西 一般快乐的我们一般对身心疏害不大 但是不好的东西对你影响就比较大 比如说 别说你什么了 或者是你要做个什么 比如说你问我一句话 我没有答 你不开心了 这都是绝授 等等 就是说这些绝授 都是你感受到的 你感受到的东西的时候 都认为是对你自我的受伤 比如说你来了 或者是问我话 我没有打理你 或者我不理你 你可能会觉得自主性受伤 但是自我本来是没有的 这个自主性是你认出来的 你认为这儿有个我 我问你话你不打我 那我就是自主性受伤了 这个自主性是个什么东西 拿不出来看不到 是不是 是你认为 是你给认出来的 是你这样想出来的 想出一个自主性 如果你不这样想 比如说你坐在那 然后你问我一个问题 然后我就做我自己的事 没理你 你也不要想 这个只是一个境界 它不代表好 也不代表不好 你坐那儿喝你的水 你再问一句我不理你 你也不要理我了 你继续跟别人聊天 你不受伤害 这就是一种训练 就是说你不要认为 我为什么老师不理我 肯定是他讨厌我 你一系列的想下去 是吧 也许我胳膊就没听到 也有可能你说话 我可能是想我自己的事情 就没听到你那句话 也有可能我在忙我的事 顾不上回答你 但是可能就绝不是你想的 假如说你会想 哇这个老师不理我 然后呢我心里很难受 我跟他说话 他肯定是你一般都会想 他肯定是讨厌我 他不喜欢我才不理我 是吧 然后呢你就会想一大堆 不好的信息 其实我这边呢 根本就没那回事 可能我这边根本就 没听到你说啥 或者是我自己忙 自己根本就顾不过来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俩的想法是不一样 那个时候你的自我就产生了 而且是负面的自我 有不好的自我 如果你不这样想 如果你问了两次 我没有答你 然后呢你这样想说 哦老师可能忙 那我等一会再问 或者是嗯他没听到 等一会他可能是脑子里有事 那等一会我再说 如果他实在不答我 那他不想说话呗 那可能他今天就是不想说话 人家就是 或者是说 嗯他不答我 可能是这个问题 就没啥意义 可能这个问题不需要回答 那你就追下来 去除那个 砸念个头脑就行了 你为什么不过好的地方想 是吧 当然是这种想 也是这种想 但是你就不会 把自己逼到那个视角 就是如果你那样想的话 如果像你前面那样想的话 你就会好几天 也不舒服 那要想你就坐在那 然后但是呢 真正的修行人士 他是怎么想 他问问题 如果没答 他就当这件事已经过去了 这是过去心 就过去的事情 已经不再记了 无所谓 你就按 就是如如不度地坐在那 我不问了 我喝水喝茶 明天这件事已经过去了 他也不想东 也不想西 他不想那么多 问了没答 就是这个 这就已经是结果出来了 我问问题 他没答 这个自中心 什么一点关系也没有 我只是问一个问题 他没有答我 这就是答案 这就是结果 我就接受这个结果 因为我们问什么东西 他可能打 可能不打 那现在是他没打 那就是这个结果 我也 你也不用去猜想 我想什么 或者你自己是什么感受 你这些东西全放下 这就叫 不叫 不必静转 就是说 这就是不动 如如不动就是这样 这个才是修行的方法 你很多事 处在这种状态 你去跟别人交往 碰撞 包括跟家人 妻子 孩子 父母 出来跟朋友 有很多事情 可以碰撞的 你去 你渴望 做一件什么事 然后他拒绝 他不理你 或者什么 你都不需要想 这已经结果到了 就是 我想 我想吃这个 他说 不让我吃帅了 我不吃了 然后就不要再想了 脑子里已经过去了 然后 安住在那儿 如如不如 然后做你自己的事 我不吃 我去散散步 我坐在那儿 看看书 然后我就开始 想自己的事 这件事 跟你已经没关系了 你是想 不是跟这个世界 的人互动 比如说 你想跟孩子说话 人家不爱跟你说话 人家只要打游戏 或者玩 那么就不要想了 那可能 你不要想说 他是不是讨厌我 他不喜欢我 或者是什么 你不能这样想 休息日不是这样想的 知道吧 然后那个孩子 你就说 孩子这一刻 他不跟我玩 就是这样 没什么 妻子也是 说你要跟他说话 说我忙着吗 你别碰我 你别烦我 那可能妻子有烦心的事 他没解决 比如他白天出去 让别人骂了 或者是他心烦 或者家里油烟降出 不够了 或者是血少了 或者是什么 他想很多 脑子里想很多 然后他心里边就烦 烦他就不想跟你聊天 然后让他烦去 你就说你看那件事 你都烦 烦得多 连话都不想说 那你自己烦去吧 你就自己一个人 就是每件事都是 你问他 他不说 那这件事已经结束了 就是这样子 就很多 就说很多的碰撞父母 什么都是 你不要想多 就是想太多 然后就把自我的东西切出来 你想太多 自我才写写出来 如果你不想那么多 自我就消失了 你想出来的那都是 自我是你通过不断地想 就出来了 你越想得多 自我越多 那个自我越厉害 越强势 然后你就达不到 无我 知道吗 把白痴我给困住 困住了 对 然后呢 有时候很快乐的是 发生的时候 一般我们容易放下 比如说不是极端的快乐 就是 哎呀 一般都是普通的 这个很小的快乐 不是那种极乐的 那么快乐 小的是我们就很容易放下 但是有一些很深的刺激 比如说 麻醉药啊 或者吃这些 就很深的那种乐 刺激 它也很难放下 很难放下那些 我们大部分人不做的 就是因为那是极端的 那小的平时我们说是 哎呀 我很喜欢吃这个 哎 这好朋友给我送来一点 或者我很喜欢喝这个茶 朋友给我 就是小小的快乐 哎 孩子考试不错 哎 就是今天看了个电影 或者是什么 就是在公司 大家的有一间 大家在一起 开很开心 这些小小的快乐 我们就很容易放下 自我就不容易停留 这样 我现在就我是变成虚枯那样的 哎 就空在里边 对 把自己抢上 对对 然后 这就是叫着像了 你这就叫着了自我的像 对 这就是着像 然后自己要想 嫌说不嫌不嫌 然后他又 为什么他 就是就是不断的想 就是想 你要是停下来 这个想就行 也就是我 你已经叫我自己 说不要去嫌 但是他为什么还会再去 对 他是一种惯性 就像你跑 汽车跑跑 一下子刹车 刹不住的 你你生生世世 已经很多 已经跑 已经很 就是惯性还会往前跑 你 你没有经过训练 你一下子想提下来 哪来提下 所以经常要在坐地上 修指 就是我 比如念一个佛号 念个咒语 比如说 南无观世一菩萨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不停地念念 让整个意识 身口也停留在 这个阿弥陀佛这个名号上 修炼嘛 修炼修指 每天十几分就坐那子 只坐 或者你扣大头 你就每天 就是扣大头 不想别的嘛 因为你触动 才自我就有意出现 比如说 所以刚开始 要有个环境 比如说 你跟孩子说话 你一定要跟孩子交流 孩子不跟你交流 你这个自我 你就很烦就出来 你要跟老婆说话 老婆要不跟你说 你就很烦 你如果 暂时不主动地找他们说话 是吧 他们找你 他们要跟你说话 你就爱打不打 是吧 那样你就少嘛 少碰撞嘛 刚开始是这样 所以你修得有一点功夫 你就主动找他们吧 真的太小了 对 然后自我又 你连自己又太小 自我又那么大 然后空 而且最主要是佛告诉你 就是那些拱转的 那些都是虚妄的 就不是 事实的真相不是那样 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 你认为 可能是老师不喜欢我 然后你就心里很烦 好像一个星期 你可能都觉得很烦 但其实我这边不是那样 我不可能说 看你很烦 因为每天那么多人来 每天那么多人来 也许我累了或者什么 就是说他可能 我的脑子里想什么 你是不知道的 是不是 因为你这样呢 你去想 你去想 今天老师对我好 明天老师对我不好 你去想的话 你那种想是 本身就是虚妄 就是错的 然后你又被控制 你自己的念头 对周围的朋友 跟家人也想 你不能了解 他们内心的接受 他们内心是什么样的 不是那样的 他可 也有可能家人说 今天你们俩吵架了 假如你跟老婆吵架了 他可能今天烦你 但是明天他 明天你跟他说话的时候 他不理你 但并可能是烦你 他不一定 他可能是在气头上 或者是说 他还是那个情绪 没掉头起来 你要去做一些事 安慰他 比如说 你就说 昨天是我错 就算承认个错误 这不是欺负的 已经活摇了 他其实有些时候 互相较真 他不是说讨厌 他只是 他只是想让你做点什么 就是比如说认个错了 或者是安抚他一下了 为他买个小礼物啊 或者是什么 就是他只是你做点什么 很多那个情绪就改变了 其实不是说人给人 不是说他就多讨厌你 但是你就一直今天吵架了 然后明天他如果说话 恶恶恶呢 你就觉得 嗯 他恨我 后天说 他们他没怨我 那越来越觉得 哎呀 孩子也怨恨我 老婆也怨恨我 可能家人朋友也怨恨 你就越来越陷进去 但是你 他不是 假如说今天你们俩吵架 是因为母见事 也不是说谁讨厌谁 是因为母见事 那明天 可能是他还生气 或者他就是心态不舒服 他不是讨厌 不是说因为你怎么了 就是说你要想改变这个桥 改变这个状态 你就要做点小 要有一些手法 这所有的人都这样做 不是你 哎 就是互相交流沟通啊 你得做一些事啊 是不是 你就做一些小小小的事 来改变这个桥 把它桥整过来 就像房间时间长了 不打扫 垃圾也很多 那你的住啊 你的哪个烧把 扫一扫嘛 说你不能说 哎他本来就那样了 不管他 哎越来越脏 越来越脏 他就是越来越脏 是不是啊 那关系也是 越来越僵越来越 他就是越来越僵 那你从来不懂的 拿扫就扫一扫 是吧 扫一扫 你就 那很多方式呢 嗯 你 你要不要再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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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压 就算是越来越了 越来越跑了 越来越多了 我怕你会越来越多了 越来越南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